因为我觉得 说不一定没有在一起呢 对不对 但是当现在 他自己一个人了 我也一个人了 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 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 但是 但是他也没有给我 给我机会 你知道吗 就是我 我感觉我一直就离他很近 但是又很远 你们能不能明白 其实我为什么要来找他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不想给我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患难见真情 对 那个秀红 我来找他的 我来找他的原因 就是不想给我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我觉得 因为我是一个 就是 就是没有那么 就是你们能明白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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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跟你们说呢 我就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我觉得 我觉得我喜欢这个人 那我就是喜欢这个人 我不想等 等再过十年以后 再过二十年以后 我想想看 哇 我那个时候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勇敢的去尝试 家人们你们说是不是 如果说你们碰到自己喜欢的人 你们是不是也要勇敢的去尝试 可是你当初也不是选择 要去让自己先配得上他吗 要去让自己先配得上他吗 是不是 你当初也是选择自己先配得上他 阿子 我觉得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 家人们 我 我可能说了这么多 你们觉得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你们理解来打个理解 就是阿子 你真的 你再帮我打一个电话 因为我现在已经十点 现在已经九点半了 九点半了 如果说 再耗着 真的 我明天早上我飞机都坐不了了 我明天早上我怕 我怕 我怕不行 我 我可以打 我可以打 但是 但是我打了 我打了 如果说个个不接的话 我又害怕我留不住你 我只是希望你们两个能够见面 能够说清楚 因为你们两个心里都是有彼此的 所以你也希望我们见面 那你帮我打个电话 就是说你跟他说我在 就你等他 怎么行不行 行 行 其实也 行 那我 你帮我打一下吧 好吧 那我给个个打个电话 你们说我要不要打 家人们你们 你们说我要不要打 因为是这样子的 家人们 因为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 就是我打了的话 个个不接的话 嫂子要走的话 我怕我留不住他 你们你们觉得我要不要打 你们帮我出出出出个诊 出个主意 家人们你们觉得阿子是不是应该给我打个电话 因为你要你要是今天不给我打电话的话 阿子我就真的我是要走了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打了的话 家人们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 你不要这么觉得了 阿子你要这样子的话 我真的走了 我跟你说 我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在这耗着 因为我也有 我也 我明天早上的飞机 我就真的要走的 但是 嫂子 哥哥他现在不接电话的话 他不是以为 阿子你又来玩玩这一套 阿子 你是不是又玩这一套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 我一个多年罢了 我都听你们都在说 给他时间 让他等等 让他等等 可是他还等到什么时候 他会突然一下子就想开的 是不是家人们 他会一下子就想开的 留你嫂子下来 我怕我留不下来 所以我有点不敢打 阿子嫂子 你先不要这样 你先不要这样 因为每次都来这一招 每次都来这一招 我每次的时候 我说打个电话 你老是这一招 我真的 我跟你们说 一个多礼拜了 每次都来这个这一招 我真的 不是嫂子 我跟你说 我其实被你们弄的心态 还其实挺炸的 我也心 我也真的心里 很揪心 阿子 我真的 我打的话 我今天真的走了 阿子 我不是过来跟你耗着玩的 说实话 你老是这样子的话 我打嫂子 我打 那你帮我打一个吧 那我打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 反正我来了好几天了 他们都说 让我等等 阿子你是不是不想让他们俩见面 不是的 阿子你打不打 你就说打不打 我打 不打我就走了 我就真走了 我马上就打 我马上就打 我马上就打好吧 我马上就打 我不是说不想让他们见面 哥哥姐姐们 我是害怕 我打了以后 哥哥不接电话的话 嫂子要走 我留不住他 你们知道吧 因为 因为哥 阿子 你别那么多话 你为什么每次都那么多话 好 好 我打 我打 因为哥哥的话 现在还没 心里还没准备好 我觉得他八成是不会接 我觉得 所以 所以我不想让他们这么 这么快的 一会误会 觉得你们太磨叽了 家人们 是我磨叽吗 是我磨叽 家人们 你觉得是我磨叽吗 是我磨叽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但是我是 你别 你就说你打不打 你就说你今天打不打 我马上打 行吗 我真的 我被你们所有人搞得我 就能留住 我真的被你们所有人搞得我都 我都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不打就能留住吗 我是想让他留下来 我是想让他 我打 我马上打 嫂子 你先不要生气 好不好 你先不要走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你怎么样 你能不走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你怎么样 你能不走 家人们 你们觉得 他是不是应该给我打个电话 你们觉得 他应不应该给我打个电话 家人们 你们说打不打 阿子他也不痛快了 你们不能理解 阿子的心 我感觉 因为 我是真的让你给我打 我打 我真的要打 你先不要走 你不要走嘛 我都跟你说了让你给我打电话 你干什么呀 你先进来 你先进来我打 外面都笑起这么大的雨 你不客气 我都跟你说了 我没时间在这里耗了 你不要 你先进来 我马上打 我马上打 不行吗 我真的打 我真的打 我马上打 那我现在就给你打 嫂子你先不要走 好不好 先不要走 我真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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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耐心已经 你的耐心已经够了 真的 我现在就给你打 我给你们看一下 对 如果他不接 我就走了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在这耗着了 说实话 对不对 我哪里嘴动 手不动啊 我有在打 哥姐姐们 我有在打 我感觉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今晚上 他没接 是不是 对 他是正宁的状态 你们看一下 正宁的 因为他经常手机不习惯 您播酱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请 家人们怎么办 家人们你们说我应该是走还是不走 我是走还是不走 你们说不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能走 不能走小子 你 我 我会想办法 让哥哥 我会想办法让哥哥给你见上一面的 我会想办法让哥哥给你见上一面的 让你们再跟我打 让你再跟我打 让你继续打 我再继续打 继续打 继续打 继续再打一次 再打一次 我就真走了 九点半 我真的 我要是再这么耗着 我就 我就疯了 我事情就不要做了 你也知道的 我公司里面事情也很多的 我在这里耗了这么多天了 我知道你很多事情 但是 我不是说 但是家人们啊 我走了 并不代表说 我不帮他 就是我是换一种方式帮他 因为我 我在国内也有公司 我也想去看一看 因为我一回来 我就往这边走了 你知道吧 我一回来就往这边走了 然后也没有去 就是说 也没有去公司里面转一下 然后我在家里忙 公司这两天也有事情 你知道吧 然后 所以说我得走 因为我在这边真的 我放了公司里面所有的事情 我过来在这边 我真的公司都没有回过一次 真的 家人们 我从回来到现在 我就一直都在这边来找他 差不多待了一个多 一个多礼拜了吧 快两个礼拜了 就是反正 反正我就没见到他 知道吧 所以说 我想要有我 我想要就是说 出去一下 让我自己心里面也静一静 让我自己也静一静 阿子你帮我打不打 如果不打 我是真的 九点半了 九点半了 真的 你知道的 这边过去的时间也比较久 是不是 我这边 我们到成都的话 要三个三个小时 对 他们这边 他们这边 这边到那个 到那个 到那个 成都的话 要三个多小时 所以说 我九点半 十点半 十一点半 十二点半 十二点半到 我每天早上一早的飞机 你叫阿子给我 给我一个电话号码 我的电话打过去 他一律不接 他只要看到是外地的电话号码 他一律不接 家人们你知道吧 他外地的电话 他看到了 他一律不接 所以说 我打电话 没有用的 他只要知道是我的电话 他不会接的 知道吧 他是不知道你的电话 他只是外地来的号码 叫他妹妹去找他回来 所以说 我就 我就现在 就在拜托阿子 我说阿子 你帮我打一下电话 如果说他不接 那我就走了 你想看我十年没有见他 其实我也很想见他 就是我也很想跟他两个人 说很多的话 就是 我还是那句话啊 就是家人们 不管他是变成什么样子 就是他哪怕喜不喜欢我 都无所谓 他觉得他 爱不爱我 我也无所谓 我觉得 他 就是 我只是想看看他 我只是想就说 大家知道 就是说 你们懂我说的吧 就是 我就是只是想 见一面 只想见一面 是不是 我觉得什么事情 都不如见一面 沟通的比较好 对不对 阿子你帮我打不打 你真的不打 我就真走 我打 说实话 阿子我真的 你每次都是这样子来说 每次都是说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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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就是 他就是不接 你说我能怎么办 我只是 我只是 想想把你留下来 他应该在楼上 你真打不打 不打 我真走 哎呀 我真的 我真是 嫂子 你不要这样子 天 嫂子 你你先不要走 你先不要走 我都跟你说了 我没有时间给你耗着 知道吧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在这边耗着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你这个行李先不要拿 你这个行李 真的 天这么黑 你看 雾这么大 我们先 我们再等一会儿好不好 我们就再等一会儿 我等不了一点 阿子 我们就再等一会儿吧 我等什么 你说 你告诉我 我等什么 你告诉我等什么 等一下 我把这个镜头反过来 要不然我们老师拿着这个手机 这个镜头是怎么反过来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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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嫂子 你先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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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是 嫂子 你先不要走 我们 我现在手机都对着你的 我们 我们先 我们先聊一会儿好不好 我们再聊一会儿 那你说你要什么吗 聊什么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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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打不打 我还是那句话 我打 你觉得不OK 我就 我就真的走了 我打 有那么多时间在这里给你消耗着 你知道吧 阿子 我不是开玩笑的 从我来到今天开始 就是你们就一直都是这样子 不是的 嫂子 只是哥哥他现在怎么说呢 就是他觉得你很 你打不打吗 我我打 我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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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我 我肯定给你打好不好 嫂子 我给你打 我马上给你打 但是你不要着急 你不要拍我 你 你不要拍我 你不要着急吗 你等一下 你不要拍我 我都说你不要拍我 你就说你打不打吗 你不打我就真的走了 不是嫂子 他如果不见我 我也就走了 嫂子你不要着急 咱们能不能果断一点 我打 叫我过来干啥 我打 你叫我过来干啥 我只是想让你跟哥哥 好好聊一下 可是 我也没想到 我每次跟你说那么多东西 不是 嫂子 你先别这样子 我求你了 你先别这样子 我们心平气和的 我们好好的好不好 心平气也很和 你知道吧 你看你一个女孩子 拖着这么大 一个行李 你说这 这山高路远的 你打不打 你看 你看现在都起雾了 雾这么大 雾这么大 车子都开不了 要不然我今天我跟你说 我到不了成都了 嫂子 我们改个签好不好 我我就跟你说了 我有事情 我公司里面又有事情 我所有的东西 我放下了在这里 你连个电话 你都不给我打 你什么 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不是 我给你打了的 要扫子 我 我现在 我再打 我再打 叫人们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阿子你太磨叽了 可是杨平 杨平是海洋 海平是姐姐还是阿姨 你们知道吗 如果说 如果说我要是 我要是打了 我哥不接 他要走 但是 我不打的话 但是我不打的话 他也要走 但是我又不想让他走 我不能让他走的 你们知道吧 我不能让他走 他如果说走的 我哥这辈子就真的 真的就很难站起来了 我觉得 真的我 从我认识他以后 他就有点那种 自甘堕落的 有点那种感觉 他没有去 想办法去做什么生意 别说这么多 你就说打不打吗 你今天我真的 我要打 我会打的 嫂子 我会打的 你每天这么 这么这么跟我说话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 嫂子 都是我的错 你是一个 多么果断的一个人 是我不好 嫂子 我知道你很果断 我知道 你老这样子对着我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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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你 我有问题 你可以带他去 这是我哥家 这是我哥家了 已经 这是我哥家 我已经带他过来了 我已经 我本来是 我本来是 瞒着我哥 我本来是 就是让嫂子过来 就是跟哥说清楚的 你们知道吧 但是 但是我跟哥说了以后 然后他又走了 然后我又不知道 他去哪里了 这三更半夜的 你们看这山里面 你们看 啥都没有 我去哪里找他呀 他又不接电话 你去叫他回来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 他在哪里的嘛 叫人们 我要是知道的话 我真的不想让嫂子走 我要是知道的话 我肯定会叫他回来了 阿子 你就说打不打这个电话 你就说 我会打的 嫂子 我打 我马上去打好不好 我马上去打 可是 可是嫂子 这么多天了 是的 可是什么呀 果断点 我怎么果断 我怎么果断 我真的不会果断 你们你们告诉我一下 哥哥姐姐们 你们告诉我一下 在楼上 在楼上都 都说出来了 你们 一会儿 一会儿 我带你们去楼上看一下 在不在楼上 我 我怎么果断 你们你们告诉我一下 你们告诉我一下方法 我怎么果断 我是打吗 打吗 那如果打了以后 哥哥不接 他要是要走了 我 我根本就 我拉不住他怎么办 你们说我打不打 不打的话 我 他又要走 那我又该怎么办 嫂子你先别这样子吧 你每次都玩这 我没有玩这出嫂子 嫂子 快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先 你先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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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认识 不是 你真的不要走 你先不要走 嫂子 我 我会 我会打的 我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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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你嫂子的号码 留下来 孩子干净 我 我嫂子的号码留下来 但是他要走的话 我留下来电号码 有什么用啊 我有他电话号码 我们嫂子那个是湿的吧 没事 湿的你不要坐那里 衣服会湿的 我还怕衣服湿吗 你发微信吧 我刚刚给他发微信的 我还怕衣服湿吗 阿子 我来这里 我怕 怕这些东西吗 你告诉我 我是怕这些东西 我知道你不怕 你告诉我呢 你要是怕的话 也不可能天天跟着我扇伤 我今天就问你 你到底给我打不打电话 我打 我会打的 嫂子 你这做的 我好像是我很凶一样的 不是 不是 是我 我做的不好 是 你这个样子 就感觉好像是 我很凶 我在强迫你一样的 不是的 嫂子 但我告诉你 你如果说是真的 为了你哥好 你真的想帮助你哥 你今天就应该要 给我打这个电话 我要打的 可是 是怪我 嫂子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事情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我又不会说话 又不会处理事情 但是 我会跟他打 我再打一个 好不好 我再打一个 我再打一个 我真的再打一个 嫂子 你每次都装的这么无辜的样子 不是 你今天叫我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是想让你跟哥哥好好聊一下 你今天叫我来的目的是不是要 你是不是要让我见你哥 讲什么 我要是去楼上看的话 我嫂子她会走的 她会走的 你们知道吧 我就是想让你见一下哥 我就是想让你们把话说清楚 我知道你们都有误会 哥哥对你呢 也有误会 你对哥哥也有误会 哎呀 你 你真的帮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帮我打 我要打 我肯定要给你打了 我我我马上就给你打好不好 你先不走嘛 你把手机给我 你把你的你的那个 你是不是在开直播啊 嗯 那你打 你打嘛 我打 我马上给他打 来过来这边打 你不要拿我的行李箱 我的行李箱就放在你 你给我打 我们把行李拉过来 他一会儿他要淋湿了 你现在就给我打吗 你打吧 我们先坐下来打好不好 你打 你先坐下来 你先坐 你先站在那里 你先帮我打吗 你 你坐着我给你打 你坐着我马上给你打 家人们你们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帮我打这个电话 我跟你说他要是不 你又给我你又坐在这里了 你坐你又坐下来了 不是你坐一会儿吗 他又坐下来了 你家人们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每一次 每一次就是 就是能能够这么理所当然的坐下来 然后跟我说帮我打 你帮我打不打今天 我一样打的 我要打 家人们你们你们是不是你们刚进来的人 会觉得我在欺负他还是怎么了 一起上楼看一下 是不是 一起上楼 嫂子你要跟我一起 要不然我带你去上去看一下 他们觉得在楼上 没在楼上 楼上如果在的话会有声音的 对 对家人们 没在楼上 我真的 你打不打吗 你就说今天打不打 啊 你就说今天打不打 我跟你 我我要打的 我肯定要打 等一下我打 家人们你们说他应不应该给我打这个电话 你们觉得应该打的 你们就打个打子 不应该打的 你们就打个不打 我到现在我真的我真的服了 你知道吧 我这个人我跟你说 我其实我是一个很有很有性格的一个人 他一直这么跟我说 我真的很生气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生气 就是那种真的很生气 我给你打 躲着不 不是的 刚刚哥姐姐们 你们有没有刚刚跟我在一起的 刚刚就是我看着我哥出去出去的 是不是 我看着我哥 我在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出去了的 我 你打不打 你就说今天打不打 我打我打我打 我马上打 嗓子你不要生气 都是我不好 我在跟他 我在跟哥哥打了 你看 你看 你看吧 你看我在打 你看 但是他的手机 他的手机是这样子的 震灵的状态 看不见 他看不见 他听不见 应该是 他不出生 你们怎么知道在楼上 他是刚刚我看着出去的哈 我看着出去的 我刚刚有把他叫回来的 但是 嫂子还没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走了 明波匠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请 那你们觉得我还有必要留在这里吗 你们觉得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还要留在这里吗 家人们 他不接我 他不接电话 又不接那个 什么都不接 可是嫂子你是来报恩的呀 你忘了你的出心吗 我说了 我是来报恩的 我可以换种方式报恩 我有的是办法 但是 我这一次是来 告诉他 我在 你能明白吗 我知道 可是 我这一次来是不想 给我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的 我十年没见他了 我十年没再见他了 你说 你说 可是嫂子 我十年没见他了 我不能见见他吗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了 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了 你有没有想过 你当初也是为了配得上他 才去国外的 是不是 你当初也是为了配得上他 才去国外的 可是他现在也觉得自己配不上你 他现在 他现在自己也觉得配不上你 去车里找 没看到他的车 他 他现在也觉得自己配不上你 他现在也是这样子的 他不是说 他不是说不想见你这个人 你知道吗 他是不想拖你的后腿 他是 他是觉得你 反正你过几天你就要走的 怎么闹意见了 没有闹意见哈 他是觉得你过几天就要走的 所以 所以他就觉得 就是反正他现在是这个样子 见了还不如不见 他是这样子 我已经听不进去你说什么东西了 说实话 说实话 我已经听不进去你说任何东西了 我现在我已经听不进去你说任何东西了 你今天叫我来的目的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只是想让你 你来跟哥 哥见一面 哎呀嫂子 嫂子 你先 你先不要走 你真的 哎 嫂子你先 你先不要走 你先不要走 你先不要走好不好 你叫我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只是 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见 多见一面 哎呀 嫂子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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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不要走 你先不要走 你先 你先不要走 你先不要走好不好 我们 我们再 我们再给哥哥一个机会吧 我已经不想再进去 嫂子 嫂子你先不要走 你 你真的 你听 你 你听我一次 我真的 我跟你说 阿子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你 你先不要走 哎 嫂子 真的 嫂子 你 你 你 我再给你打 我再再打 我再打 好不好 我再打一次电话 我再打 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 嫂子 我们再试一次吧 你这么说了 你这样大半夜的 我很害怕 对啊 你看大半夜的 这 这 你看 你看人家看到了都 你看人家看到了都不好 是不是 我们 你看人家看到了都不好 我们就不要这样子了 你 你先 你先 你不要这样子 嫂子 我们 我们慢慢商量嘛 我就想问你 我们慢慢商量 他到底要不要见我 他要见 每天都在跟你哥 两个人在交流的 他到底要不要见我 他要见你的 我说了 他是迟早的事情而已 是不是 我 我说的 不要那么着急 一个星期都不回来过吗 他刚刚有回来过的 他每天都有回来 我刚刚在这里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来过了 然后他就是不见我 他知道我要来 他就走 你知道我要来 他就走 嫂子 我们先不要着急 先不要着急 我们 我们再等一会儿 好不好 我们再等一会儿 我们 我跟 我 我在跟哥哥打电话 我在 我在跟哥一个 再打一个电话 行不行 能不能不打了 我也不想打了 我再打一个 我就只想去动 那那我再打一个好不好 我 你你你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我再打一个 家人们 我们再打一个 是不是 我们再打一个 嫂子 你看 你看 我在打 你们看 我给你们看 我在打 你把手机给我吧 喂 喂 喂 哥 你 你 你去哪里了 我走了吗 我跟你说 我走了 我知道你走了 可是你去哪里了呀 你能不能 你不要跟我去哪里 是不是 是不是那个人来了 哥 你怎么可以说 是那个人呢 你们之间都是有误会的 好好的说开就行了 没有 没有什么误会啊 而且我说那个人 我不说那个人 要怎么说 要说你嫂子吗 对呀 什么对呀 我们也没结婚 真的是 我就是已经 开往下 往下话了 可是 他不是 他怎么说的呢 他是不是说 他你要走了 他说 他你不来的话 他 他要走 他好像要走了 哥 你能不能 能不能跟他见一面 然后跟他说清楚 你 你为什么不跟他见面 你们 毕竟是 对吧 毕竟是这样子的 至少 至少要把误会解开 我跟他一说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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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小朋友吗 没有误会的 他这种挺好的 但是 你知道吗 我一直都跟他说 我活得很好 我 我家里的 可以跟他们说 我活得很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 我一个大男吗 我要让家里人 担心 要让生命的朋友 去担心吗 所以我为什么 不回福建 我想要 自己在这边 有东西 没事 就是 不要不想去推他 喂 等我做起案以后 等我 喂 等我再起以后 我会不会去找他 你想 你想要怎么样 是吗 你见不见我 你怎么把孩子 见过来